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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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然後最近再翻一本書蠻有趣的 最近在書架上看到你們藏著書蠻多的 有機會可以去找來看 我在網路上找不到PDF 應該是很久以前的書 以前台大教授楊振和 他寫的 我看一下 老教授 以前的老教授自學都很嚴謹 佛教修行法集要 佛教修行法集要 可能去借或找來 因為現在網路上可能也沒在賣 他那本把所有修行的 佛教修行的法門 做了一個很簡單的整理 為什麼要看這個 其實你從當中去看一下 其實你從很短短的 他可能四頁五頁 介紹一個法門 你就可以 他第一個先講理 比方說 密宗講集身成佛 他的理在哪裡 怎麼修 修行的法門 怎麼修這樣 所以他是先從理介紹起 然後再講修行的步驟 他為什麼寫這本書 是因為他那時候在台大 也不是有個陳希社 他們的學佛社團 可能就請他去 講這個修學的方法 這樣他本身也是很認真的學者 所以他就先 這個一開始是講義 這本書是講義把它編輯成書的 所以他就 這個也是發心 然後就是去把每個中派的法門 做得很簡單的 首先就禮上 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就是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淨土也是 那你如果這樣全部法門 這樣中派這樣讀不讀 其實你就可以發現 你自己可能跟哪一個 這個法門比較相應 就可以一門深入 那他的好的地方 他會跟你講說 他是依據什麼經典 那個中派是依據什麼經典 那你一定是先讀經啊 對不對 那個是 這個所有中派的 這個起源地 就是哪部經典來的 你就先去讀經 因為後面那個修辭的法門 都是依據經典 然後這些祖師大的他的 發想或詮釋 想說怎麼樣把這個經典的內容 把它用在適合 這個現象界的這個眾生 來做修辭 那就可以參考 那他整理的 滿簡要的 所以大家現在也沒什麼時間 不好意思講沒什麼耐性 沒什麼時間 所以他這樣整理 其實算是很簡要 那因為很簡要 你他介紹這個理 現在人就很有自己的這個 你要講好正向就是主觀的這個想法 那但是你你往這個 佛教巴士相應的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你這樣翻翻翻 你其實跟哪一個法院比較相應 那種子會現行 那個累結曾經修過 那你就繼續 這個往這個法院去深入這樣 這部經文我們上個禮拜有講嗎 五六三經 有嗎 講過了嗎 接定會 所以這個思辨很重要 所以他們在印度那個過程當中 也都是要在講思辨 所以同樣都是在講說業 都在講業 但是怎麼消 這個外道跟我們佛教的 的這個消法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思辨非常重要 那我們就繼續 說一些遊婦 無表色 這個上次講過 他們為什麼要討論表色跟 表業跟無表業 主要就是 你這輩子造了牲口一葉 那你所造這個牲口一葉 它已經泄滅了過去了對不對 那你如何保證這個果報能夠怎樣 成熟現行 需要這個無表業 當作一手因果之間的聯繫 所以這個正因 就是說你這個一手的因果的 這個正因 還是因為怎樣 你在某一世 曾經造過這樣子的什麼 生口一葉 然後在這個 可能就在那一世 或是在未來的某一世 它會現行成相應的這個果報 好 好 所以 這個論辨的方法就是 仲賢它成立無表 無表業它為什麼屬於設法 它首先排除表業 就是我們之前不是有講說 這個無表業必須依於表業嗎 所以 仲賢呢 就先排除表業 確立四大種才是無表的所一 因為之前講說表業是無表所一 那它現在變成四大種才是無表的所一 及其所語稱為色的原因 所以它用這個四大種同時排除兩個問題 就是這個無表的所一 以及怎樣 它為什麼稱為色法 如果無表業的所一是四大種的話 那無表本身也是屬於什麼 色法 它是用這樣的 這個邏輯的方式 來做說明 那再者呢 這個隱光依寶樹之欲 正合這個婆沙裔 所以它都是用陰名 中陰欲 那之前講過大筆佛沙論 就是說一切有部的所依據的這個論書 或是說一切有部的百科全書 那有部確實主張 初念無表 可與所依大種拒滅 這一句趙慕前有聽到什麼 你這個第一個念頭所產生的這個無表 跟它所依的這個四大種拒滅 那這邊就 很有趣了 因為它又主張意念沒有什麼 意念沒有無表對不對 但是它又講初念無表 那所以 因為在這麼漫長的這個 發展的歷史當中 那有部有這麼多的這個論詩 可能每個人的想法 也是不太一樣 但是總是會有一個主要的人 想要把它做一個統合 所以你現在看 就是好像好像有些地方沒有辦法吻合 所以我們也是可以理解 也是可以理解 也就是說呢 初念無表呢 將跟它所依的聲音大種 同時散往過去 所以它把這個四大種 把它這個解釋成聲音大種 聲音大種 我應該還要再開一個檔 你們之前學過那個 音源嗎 六音四元 看到嗎 沒有 十分研究 十分研究 這裡 六音四元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爬梳過 但是就像我們剛剛課前講的 其實就算上過課 大家也容易忘記 所以我們就是要不斷的這個複習 反覆複習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六音四元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邊講聲音 剛剛講說這個四大種 五表依於四大種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講的話 就是說四大種是五表頁的什麼 聲音 所以它這邊只是把四大種 改成聲音大種而已 多了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就是呢 初念五表與它所依的聲音大種 同時上往過去 就是這一念 結束了嘛 這插挪結束了 能留存現在的是第二念 等五表 所以你可以這個 知道的就是說 它這邊也是插那 也是插那生命的這個概念 所以四大種與所造的時候呢 只有無障礙 即增上力的能做音 這個能做音等一下我們就開始解釋 與聲等五音的關係 聲等五音是哪五音呢 就是這裡下面 聲、意、力、持、養 這五音 那另外的這個六音就是 能做音、具有音、相應音、同類音、片形、異手音 所以它下面就問說呢 大種與所造色為幾圓 圓跟音不一樣 所以卻有不立六音四圓 六音四圓 其實在嫩茄經裡面有講到 嫩茄經裡面有講到 此事後面的這個部派佛教把它講得更仔細 建立的更有系統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六音四圓 因為佛教講音源法 所以這個因緣部分 它就把它講得非常的細 然後一切有不思想之六音四圓無果 那為了不要讓大家太燒腦 所以我們無果就不講 你有空有興趣自己再講 光講無表夜大家就已經很痛苦了 再講個六音四圓無果 就更辛苦 好這個就是印度佛教史的內容 西元前300年至270年 佛法從一味的原始佛教開始分化 變成這個所謂的部派 那根本分裂就是這個上座部跟大眾部 那為什麼分裂呢 是因為時事非法真跟大天五世 這我們這一屆開始上課的時候講過 主要是戒律 戒律上的解讀不一樣 上座部呢比較保守 就是要完全這個依於當初的這個規定 那大眾部呢比較這個自由 思想比較自由 覺得應該要隨順這個因緣 隨順這個時代 或者是地域上的這個不同 而有所改變 就戒律 所以你看這 這 直是非法真 主要就是針對 戒律 那大天五世也是 大天是一個人 但是印度 那個時候叫大天的也 不是只有這一個 所以他們有一些爭論 這個大天到底是誰 他提出五種的這個論議 這個也是造成分裂的原因之一 所以 這個第二次部派分化的時候呢 一切有部就從上座部分出 所以 根本分裂就是上座部跟大眾部 之後就叫做枝末分裂 枝末分裂就分出這個 從上座部就分出說一切有部 所以除了室友在他的這個品類族論中 以五法 五法 來分類一切法之外 所以這個五 這個五法是我們常常講的五位 不是有五位白法嗎 這五法就是五位 那你用現代語或者是哲學用語 就是五個範疇 五個範疇 他把一切法呢 設法分裂在這個五個範疇當中 設心心所 心不相應心無為 好 那我們之前看到其他部 他有其他分法對不對 他就分成什麼 過去現在未來 還無為 還有一個什麼 不可說 有沒有 所以這就看你怎樣 你的這個 哲學背景 或者是你的這個思維的方式不同的話 其實我現在除了講這五個之外 你也可以分出你自己的什麼 五法 不一定五法 但是你要保證這五法呢 他能夠收射 世間出世間一切法 就是這幾個範疇就對了 哲學家就是在做這個工作 那這個六因四元呢 算是一切有不 以阿涵經裡面的緣起法為基礎的精闢之作 所謂的六因四元 六因就是相應 具有 同類 片形 易熟 能做 我剛剛有提到能做對不對 他就一一的解釋 那四元就是因緣所緣緣 等無間緣增上緣 這四元 這個據捨論裡面一樣有提到 那六因呢 就開始解釋什麼是相應因 他要把一切法 彼此之間的這個緣起的觀念說得很詳細 就必須要用這個六因四元來解釋 那相應因指的是心跟心所 相互作用 好的最佳拍檔 同時升起 好就是心跟心所 所以相應因是什麼 心跟心所 的這個因 能夠同時升起的相應因 他同時升起呢 並且同意一根 同緣一進 同時作用 的互相依存 這樣是相應因的作用 也就是說 因為有相應因 所以心跟心所他 怎樣 同時升起 那同意一根 那同緣一進 同時作用 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解釋 這個當你在 那個什麼 那你眼睛的七處真心 不是說你的心在哪邊 對不對 可能那個 差弄的時候 你的這個心在 眼根 就看人注意在哪裡 通常平常就是片部全身 但是片部全身的這個說法 當然佛陀他也有把它駁斥 又把它駁斥 那什麼是聚有因呢 聚有因就是同時而起的各種法 那這範圍就很廣 對不對 心跟心所謂同時升起 那和心同時升起 並且隨心而轉 我之前講過佛教的轉 就是生的意思 生啊 所以你可以 怕忘記的話 你就直接把它 兩個字一起念轉生 轉生 這是隨心而產生的 生業與業 不相應形 跟四大種子等 這些都跟你的心亡同時升起 那是因為有什麼 聚有因 因為有聚有因 所以這些法能夠同時同步升起 那同類因呢 同類因就是有關於這個意識因果 意識因果 比方說呢 過去式的善法 相對於現在式的善法 具有同一屬性的法 在不同時間所升起的因果關係 這個叫做同類因 好 因為通常我們講說這個過去式的善法 是因對不對 那可能現在式升起的是什麼 樂 你說那這樣善跟樂 不是不一樣嗎 所以他把它歸為什麼 同類因 理解嗎 你如果仔細思考的話 你做的是善行對不對 但是得的那個樂果 感覺性質上不太一樣嘛 好所以就把它建立一個叫同類 同類就是善、樂、惡、苦這樣 把它建立一個這個因叫做同類因 所以其實因果的展現 形態 我們 很難想像 他可能用不同的形式來展現 所以 我們常常講就是說 以後不知道用什麼形式還 就是這樣 比方說你可能欠人錢 或是做什麼事情 下輩子他可能用不同的形式 不一定是用錢還 會用各種不同的形式還 這個都是屬於同類因的範疇 變形因 變形因就是呢 由同類因中而分出 分得很細啊 剛剛講的同類因就是這個意識因果 那同類因 從同類因又分出所謂的變形因 變形因指呢就是 不善法中的這個煩惱 會引申其他的煩惱法 而普遍存在於其他法中 這只是乳喔 歷乳啦 所以這個叫做變形 變形啦 主要是在講煩惱法的這個 普遍的這個存在 符啊 潛伏 異熟因呢 這個大陸學者呂承認為呢 犯子能夠這個感召後世 無漏無際性之果法的清因而說 所以這是清因喔 所以異熟因是屬於清因 包含了善不善法 心因心所法 隨心轉的生與夜即 不相應心法等 所以你這樣喔 你直接從這異熟因你可以去想 它是屬於清因啊 那無表夜是屬於清因還是輸音 你很難判斷耶 老實說 好像又不是那麼疏對不對 理解嗎 什麼是異熟因 你現在 這個幫助別人 這個善行 是屬於異熟因對不對 但是你這個行為已經泄滅了對不對 變成無表夜的存在 然後呢 在未來世 可能在未來世裡面 他異熟果現形 你可能那一世是一個富豪 異熟果現形對不對 那他剛剛講說 你這異熟因 就是你這輩子所做的這些善行 是屬於什麼清因嘛 清因跟蘇因知道吧 清蘇遠近 清因當然就是比較近的因啊 好像還有比較遠叫蘇因 那你在異熟因他是屬於清還是蘇 還要想一下 所以這邊異熟因是屬於清因 那能作因呢 能作因就如同催化劑一般 不相障礙 所以你剛剛看 這個能作因 能作因他就是什麼 四大種與所造色之間 有無障礙 及增上力的能作因 所以四大種呢 這個他給於這個所造色 所造色是四大種所造嘛 對不對 那剛剛講的無表夜 他是四大種所造啊 他是無障礙 及增上力的能作因 所以能作因呢 他的意思呢 就是不相障礙 所有的範圍很廣 只要能夠不障礙他生起的一切 因都叫做能作因 不障礙但有利於 國法生起的因 都叫做能作因 所以我們要變成別人成就佛道的能作因 你不要去障礙別人學法 好 這個呢定義很廣 所以能作因的定義非常廣 除了這個法體本身之外 包含了所有的法 都有成為此因的資格 你只要覺得你分不清他到底是 這個六因裡面的哪一個因對不對 但是他怎樣可以鑄成這個果的 這個沒有積極的鑄成 但是他怎樣沒有障礙這個國法生起 都叫做什麼能作因 所以他範圍很廣 好這是六因 那四元 楊慧南教授也是台大教授 他們台大蠻多人修阿彌陀 想修這個阿彌陀淨土法門 那楊慧南教授他本身也是 也是 我是去授記的時候聽那個介石說的 就是那一期他們的這個佛妻 那楊慧南教授他有去 然後呢他就晚上 這個繞佛念佛的時候 還是就是坐著念佛的時候 他就睡著了 然後他就覺得很自責 所以他就去跟那個介石說 就是帶領他們那個佛妻的法師說 晚上我不要睡 我要徹夜禮佛懺悔 因為他睡著了 他當然沒理由擋他嘛 他說你如果體力可以就讓你 徹夜禮佛 他就徹夜禮佛 然後他隔天就去跟 那法師報告 說他有看到阿彌陀佛現前 就是拜佛懺悔 然後有看到阿彌陀佛現前 所以我們去授記的時候那個 就是跟楊慧南教授對話那個 法師剛好是我們的介石 還有跟我們分享 所以楊慧南教授他是哲學系的教授 哲學系通常很思辨 但是他的修行的法門一樣是怎樣 就是很很純粹的這個念佛的法門 人家因為有信心 你要念淨土法門就是要信 要或是信樂 信要或信樂 所以信很重要 所以他這個 他心很柔軟 很柔軟才會怎樣 因為自己打瞌睡 而起那個懺悔心 懺悔心 然後就熬夜 熬夜拜佛 就阿彌陀佛現前 好這個是 剛剛講的六音現在講四元 四元 這個分享的這位作者 他說在四元的部分 他認為只有楊慧南老師的說明比較詳細 其他的學者沒有多加著墨 所以他就是這個 接下來這個四元的部分 他是從佛教思想發展史論 裡面做的簡單的這個介紹 所以這個四元是哪四元 因緣 我們為什麼要介紹這個 回到這裡 大種與所造設為幾元 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要跟他介紹六音是四元 他這個幾元就是在講 是四元裡面的哪些元 他就是第一個因緣 第二真上緣 所以大種與大種所造設 大種是所造設的哪些元 有幾元 包含他是大種是所造設的因緣 大種也是所造設的什麼 真上緣 這兩個 所以我們交互著看 大家比較清楚為什麼要 再多這個講義 或者我們為什麼要再一次複習 因為我們一般不會去背 好 那因緣指的是呢 他們不是介紹六音嗎 六音對不對 六音裡面的前五音 就是這個因緣 所以用以 所以他的這個六音跟四元之間的關係 其實可以用寒色 管你這個因緣就是前五音 所以說明了物體升起於存在的狀態 並且把它細分為相應音 跟具有音 他就把剛剛前面的五音有沒有 再把它做說明 說為什麼會再把它 為什麼這個因緣 要把它再分成五音呢 那相應音跟具有音呢 他的目的是為了要說明物體升起 跟存在的這個狀況 所以把它建立相應音跟具有音 剛不是講是什麼 同步升起嗎 存在的狀況 升起跟存在的狀況有沒有 就是他是同時升起的這個狀況 所以要立相應跟具有音 持二者具有同時因果 同時因果 那同類因呢 是意識因果 所以他這邊用這個同時因果 意識因果 就把因緣又分成開出五音 那片形音呢 為那個染污煩惱的音 染污煩惱的音 易熟音呢 則是能隱身有漏身的因素 所以整個加起來就是前五音 所以他這邊解釋其實滿像 剛剛看那個片形音 你還沒有看得很懂 剛剛他片形音怎麼解釋 有沒有 不善法中的煩惱 會引申其他的煩惱 而普遍存在於其他法 這什麼意思 大家可能覺得有點曖昧 但是他這邊就跟你講說 只要呢 是這個所有染污煩惱的音 就是片形音 所以他 我們多幾個不同的解釋 幫助大家多一些的這個理解 好 好 那 五片形嗎 那是新鎖 嗯 那 這個片形音應該是 是 染污煩惱的音 那你就要看五片形形索 他是有善惡分別嗎 還是無際 那應該他就不是 染污煩惱的音 那 你這樣提出來 我們可以順便做一些討論 那五片形形索 就是出作意受想詩嘛 嗯 嗯 嗯 有啊可以啊 尤其實理論不是都是在講作意 都是用作意來做修行嘛 所以當然片形音索可以 拿來當成修行的法門啊 但是 如果是這樣子來講的話 他是這個當成修行的法門的話 他就不是片形音嘛 就是染污煩惱的音啊 感覺像是不定啊 還屬於還是看你的這個 起心動力這個心亡 他是帶往這個善還是惡嗎 因為這些片形形索還是跟著心亡啊 所以這個片形音跟片形形索 可能是不一樣的範疇跟概念 嗯 那所以像這個片形形索當然 我們 我之前要寫過一篇論文就是在想說 用這個片形形索來設計 這個生命教育的課程 但是那個當然就是用片形形索 導向善的正向的方面 所以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他不是定屬於這個染污煩惱嘛 所以提出一些這個問題 我們也可以順便來做一些討論 就是他在這個因緣法 這個六因四元當中 他是屬於哪一個 好那等無間緣 好 上次不是有講一個 觸跟受呢 上次那個講你記得嗎 沒有我主要是在講奎穎剛剛那個問題 就是觸作一受想是片形形索 可不可以當成這個修行的這個法門 啊你們那時候討論怎樣 你們是有一個在專門在討論佛法的 嗯啊你們還在討論當中嗎 全部全部給他著手 觸作一受想是 我記得上次有一個 哪一個講義裡面有提到 四虛頭緩分嗎 四虛頭緩分嗎 對我看這是觸跟受 不是這個沒關係 等下你們打坐的時候我再找 那個瑜伽實地論裡面 講的呢就是他是不是講觸跟受之靈的這個修行 可以啦其實任何的這個心法跟心手法 可以把它搶成一套修行的法門 然後怎麼實踐比較重要 我們把它講完了 好等無間緣 講四元對不對 等無間緣四元就是六陰中 能坐陰分出 剛剛不是六陰裡面有能坐陰嗎 最廣泛那個我記得嗎 你只要不要障礙的 一切法的升起 都是在能坐陰的範疇裡面 所以等無間緣 他是從六陰當中的能坐陰分出 是由於前念的消失 致使後念升起 等事前後相似 無間呢 則是前念後念 連續無間段之一 其並不是參與事物生滅的直接原因 是屬於一種疏遠 所以這個等無間緣 是屬於一種疏遠 這屬於這個心法上面的這個念念相續 念念相續 那你修行最主要的就是要斷這個什麼 妄想 斷這個妄想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如何 不要念念相續 能夠止息的話 這樣就是絕 所以就是 很多的法門 就是在這個方面上下功夫 主要就是 不要再讓後念升起 所言緣呢 所言緣就是生命體的六根 眼耳鼻的生意是以六境 色身相位處法為認識對象的 所以六境呢就是六根的所緣 那這個背緣的所緣呢 就稱為所緣緣 他是所緣對不對 其實就是在講這個色身相位處法 那六根呢 並不是隨時都會起作用 遇到六境時 才有作用產生 對不對 你的眼根 必須要有這個六境 其實還有其他條件嘛 剛剛講的那個處作為受想師 他必須還要有這個 六平行新鎖 才有辦法怎樣產生作用 所以他是間接的緣 也是一種疏緣 被歸為能作音之一 能作音的範疇非常的廣 所緣緣 那個 陳納官所言言論很好看 有興趣可以去看 你對於這種思辨 在理上能夠成立 法是空的 你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 你如果沒興趣我這樣去看 你會很痛苦 但是如果你是在理上 你會這樣講跟你 剖析剖析剖析跟你講說 法是因為這樣是空的 然後你可以射受 被射受 有些人感動是在這個情感上 感性上感動 有些人是在理上感動 所以不一樣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的法門 第四是真上緣 真上緣呢 就是不要障礙 後遺念或後遺事物的產生 就可以成為真上緣 它也是 它是這個疏源中最廣泛的一種 因為它剛剛跟那個能作音也是有點接近 能作音也是不要障礙法的升起 當然叫做真上緣 真上緣 所以我們這個要當成 自己跟別人 修行成就的真上緣 可以的話不要當逆真上緣 逆真上緣還要對方怎樣 對方能夠轉 你才會變成真上緣 對 那我要當你的逆真上緣 就會變成二緣 所以它這個很好是把它整理成這樣 就是它把這個四緣跟六因 跟後面五果我們就沒講話 把它整理成這樣的表格 關係啦 彼此之間的關係 整理成這樣表格就很清楚 像等無間緣所緣原真上緣 都是屬於能作音 因為你剛看到這幾個都是 不障礙 心或法的升起 對不對 所以這幾個這個緣 它就是屬於能作音 好那 前面一開始就講 叫做一手片形同類具有相應 它這是音緣 這是音緣 所以剛好就六因配四緣 然後再搭配這五果 五果我們今天時間關係就不說 因為這個論文裡面沒有講提到五果 但是他提到音緣 又提到極緣 所以我們必須要跟大家再一次介紹 四元素屬於哪四元 好 好 往下看 好剛剛講的 就是大種跟所照射 大種是所照射的幾元 就是兩種 一個是音緣 一個是真上緣 那音緣呢 是五音 所以它這邊又開出其他的 在音緣上又開出其他的五音 所以我們剛剛除了這個六因四元之外 有沒有 它這個音緣 在這一部論裡面它又開出五音 看得懂嗎 這五音就是生 音 一音 利音 持音 養音 所以當第一念五表呢 與五音中的聲音大種一同落洩過去之後 留下五音中的 異音、利音、持音、養音 作為現在五表的所一 所以它那個邏輯的概念就是說 你現在每一個創挪存在的法 都必須要有一個所一 都必須要有一個所一 那第一念初念的五表的所一 就是什麼 四大種嘛 四大種就是什麼 聲音大種 那第二念呢 它就是其他 這剛剛講的五音之外的 除掉聲音之外的其他四音 是現在五表的所一 所以你看它那個邏輯上都講的很細緻啊 很細緻啊 很細緻 所以那個初念五表呢 升級一叉奴後 立即與聲音大種散入過去 待第二念等五表升起時呢 雖與初念五表同為 同一個這個四大種所造 但只有四音大種做其所一 由此可見 相續於現在的第二念等五表 並非現在大種所造 而是過去的聲音大種所造 第二念啊 是過去的聲音 因為過去的聲音大種 已經在第一念五表的時候 怎樣同時泄滅到過去了嘛 對不對 所以第二念 它的這個所一的四大種是什麼 是已經泄滅過去的聲音大種 理解嗎 從時間相續來解釋是這樣 所以金布呢 是這個過位五體論者 他平破五表十有 他主張呢 五表不是十有 他就是舉呢 五表色呢 既然依過去大種所造 那因為呢 過去大種的體非有故 所以五表也非十有 好 所以他為什麼你要學這個五音 就是聲音 聲音大種這五音 你這個地方揉不清楚 你就不知道金布的過位五體 他是如何成立的 那你要跟陳詩論串聯 當然也可以 因為學者認為陳詩論 也是屬於過位五體論 好 所以這個地方 你還是要稍微認知一下 你才可以知道 這個有部 他如何成立 這個過去未來現在 都是有體 那金布呢 他又是如何成立他的過位五體說 這邊理解嗎 有沒有問題 好 那你說有部呢 他不是講說第二念的五表呢 他不是依於現在大種所造 而是過去聲音大種所造嗎 好 所以他這邊講的是什麼 是體性實有 體性實有 體性實有啦 這在講體性 因為他的就是第一念那個色法已經泄滅了嘛 已經泄滅照道理講就沒有了嘛 但是他是講他的體性 是實有的 所以你才有辦法在現在 的這個第二念的五表 還有辦法依於過去 已經泄滅了這個四大種 好 這就是這個金量布 他也是依於這樣的這個論點來 正成 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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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金量布呢 他是平破五表實有嘛 所以他是主張五表不是實有 那他怎麼樣主張五表不是實有呢 的理由 就是說呢 他舉呢 五表色既然是依於過去大種所造 你看他們呢 同樣的利潤 就是五表色都依於過去大種所造 但是因為過去大種體非有故 有沒有這裡 所以金布他就認為過去的大種呢 體性不是實有 但是有布呢 就認為怎樣 實有 是實有 所以是插在這邊 插在這邊 所以這個五表也非實有 所以主要就是在他的體性是不是有啦 體性是不是有上面在做 爭論跟主張 所以呢 四大種呢 為五表色真正所依 所以這是仲賢的這個主張 五表色的所依不是表 五表不是依於表業 五表是依於四大種 所以呢 因為他的所依是色法 所以他也是色法 這是仲賢的這個主張啦 跟他的成立的命題 那五表他得色也是就是因為四大種 而不是依於這個生於表業 我們就是要讚嘆人家 就是可以 可以這個為了要成立這個命題 要把他想的很周全 所以如此便能將定生五表 那麼定生五表就是隨心而轉的五表 隨心而轉的五表 包含其中 所以在此接著要討論的問題是 既然呢 表業隱身的不隨心轉五表 也不是依生於表業而得色名 他與定生五表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以四大種這個發生交涉而成為色法 所以他現在講的是這個定生五表 定生五表 我們來看一下五表業體為色法之作用 五表色 五表色 他並非依表業得五表色名 而是依四大種 為四大種所造 才被列入色法 所以這個作者也是老婆心切 知道嗎 他要一直講 因為這個概念我們不是很清楚 所以上面講完下面要把他再總結一遍 你要記得這是誰提出來 是仲賢論師 提出來的這個說法 仲賢 那此時呢 預色五表 如何與四大種發生交涉而成為色法呢 因為五表依於四大種 那是什麼個依法呢 因為呢 定生五表 他是屬於隨心轉的五表 那他跟色法有什麼關係 所以仁有生三與四七之戒 我們往下看 諸隨心轉五表有兩種 所以隨心轉的五表有兩種 一個叫做 這個淨綠綠所設的這個五表 一個是無露綠所設 此各有七 各分為七之啊 叫做 離害生命乃至離這個惠雨 離紮惠雨 淨綠綠呢 他也所設七種 所以淨綠綠所設七種 無露綠也是設七種 所以共依四大種所造 所以不管是淨綠綠還是無露綠綠呢 他都是同一個四大種所造 那麼無露綠雨七種一耳 往下看 所以定生惡綠雨 無需透過表葉引發 為什麼呢 因為入定後呢 對於外境自然產生 防非止惡的效能 所以你要必須要做一個說明知道嗎 就是他剛剛講說定生的這個惡綠雨 他不需要透過表葉來引發 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然會產生防非止惡的效能 所以這個日本的學者呢 周喬一栽 他對此認為應該從無表 能遮防生雨二葉的角度 來加以解釋 我們之前這一篇論文 一開始就是講說 無表葉是戒體 的這個概念 是大家所供許的 他這邊呢 也是從無表能遮防生雨二葉的角度 來做討論 如果呢 如果你以無表葉 能遮防生雨二葉的角度來詮釋 則不論是定生 或是表葉引申無表 皆具有遮防生雨葉的功能 所以你看在色界他是定生嘛 所以他的這個綠雨呢 在色界綠雨是有定引申 那一般來講 玉界他是從表葉啦 引申無表 換言之呢 生無表葉的引申 並不一定非生葉引發 由雨表葉亦可引申 就是你生的這個 無表葉不一定是由什麼 生葉來引發 他也可能有什麼雨葉 反之 以無表葉也是這樣 他等一下後面會解釋這什麼意思 所以呢 日本學者的看法跟前面 先人義憤不煞他時 漠然表淨的說法一致 所以筆者也同意其說 有部他立無表葉為色法的目的是什麼呢 跟善惡戒題有關 所以他這邊再回到這個戒題的部分 順便把無表葉戒題色法 這三個概念再做一個釐清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的釐清 因為很多彼此之間關係很模糊 所以要必須要這個再三的釐清 好 何故戒題為色呢 答 遮惡色其故 為什麼是惡色 因為是什麼 要防什麼 生於葉 因為惡色呢 他是屬於什麼 生於葉性 生於惡葉 色為體故 對不對 生於惡葉 是以色為體 所以為什麼戒題叫是色 因為他為了要什麼 遮惡色其 就是為什麼戒題是色法 因為戒題的主要功能 是為了要防什麼 防非止惡 那你要防什麼 表葉的生於意的什麼惡色生起 那因為生於是惡 所以怎樣 他的戒題要是什麼 色 怎樣 他的邏輯是這樣 好 所以在據捨論裡面提到 能防生於故名律儀 所以無表戒題的功能 在於能夠遮惡色其 其遮防的對象是 生於錶葉 所以呢 由於生於葉是色法 因此呢 錶葉 以及定心 他隱身的無表 易皆為色法 所以 這個 上一堂課講那個色戒 的無表是定心所隱嘛 對不對 那他一樣是屬於色法 還是可以成立 那異葉呢 非色 你的念頭不是色法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呢 不是無表色所能遮防的對象 但是你要知道這是誰的論點 說一些有部 說一些有部呢 主張異葉沒有無表 但是其他部他有成立異葉也有無表的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如果你主張不一樣的話 這裡就不太一樣囉 可以嗎 所以 異葉不是無表色能夠遮防的 這個對象 好 好 所以呢 異界的無表為色法的原因呢 並非透過表葉得名色法 他跟定心無表一樣呢 均因四大種而立民無表色 他又再講一遍 加深大家的印象 然而呢 你不立義無表 你如果像說一些有部 他的主軸就是他不立義無表 那你異葉心思多雜染 因如何防護呢 所以你看他們就是層層提出來這個理論對不對 別人就挑戰你 他就必須要回答 所以這樣的訓練也很好 有人可能問你什麼問題 你要怎麼回答 有部就認為呢 他呢 人有防護易根眼根二綠儀 有一種綠儀 他是防護易根跟眼根的 好 那這兩種綠儀 他是不屬於無表色的 他以呢 正知正念為體 那你就覺得 真的是很像你在寫論文的時候有沒有 比方說口試委員 或者是你在發表論文 你要挑戰你對不對 你就必須要另立一個東西來捍衛你一樣 所以他這邊必須要另立一個東西 那個綠儀他不屬於無表色 他才有辦法去說明 那你怎麼防 你要如何防護你的這個一頁不要起雜染 那這兩種綠儀呢 他就另外另外綠這個兩種綠儀 那這兩種綠儀呢 他是以正知正念為體 而不是這個無表色 以色為體 也就是說呢 異根綠儀 他以慧念為體 不以色為體 那如果不以色為體 那如果不以色為體 當然他就不屬於無表色啦 所以當你決定呢 種下順抉擇分善根種子的時候 雖以身與異業為自信 但其中又以異業為增善 因為你決定嘛 對不對 你下的那個決定是異業啊 因為呢 你縱使這個禁重同分 受持別解脫律儀 沒有義樂或義要回向解脫 終究不能種下順解脫分的善根 所以他是在解釋這個 起心動念那個異業的重要啦 你如果沒有下決定的話 是不可能得到 這樣子的這個別解脫律儀啊 如果呢 僅其少分的這個失戒文善 而能生起真上意樂 心求涅槃 厌備生死 則依此真上意樂回向 眾得解脫分善根後 將於未來的解脫 所以這邊是 這個順序不太一樣啦 你當下能夠決定 種下順解則分善根種子 跟你起少分的這個失戒文善 生起的這個正上意樂 那個成就的速度不太一樣 好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準備打坐 好我們先來思維一下 剛剛那個王同學提的那個問題 就是座義那個什麼 五片形新鎖怎麼樣 把它用在修行上 那如果說 剛剛已經講的是 魚且實地論 它已經有歷史很多 就是座義相應 座義相應 但是你門心自問 好不好操作 好不好操作啦 你去看魚且實地論 在講座義相應的時候 那個要有一定程度的那個定靜 你才好不好操作這個座義啊 你心很散亂的時候 困難度比較高 為什麼困難度比較高 剛剛講 五片形新鎖是 觸座義受享絲嘛 對不對 那觸新鎖 是什麼意思 觸新鎖的作用是什麼 觸新鎖的定義是什麼 可能只有學過為世的比較清楚嘛 觸是什麼 觸新鎖的作用 庚、層、四、和和,明、觸新鎖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那個觸其實是觸什麼 不是眼庚、層、眼是對不對 叫觸 其實還有一種講法 那個觸其實是觸你的心啊 心 觸新鎖 那座義耶 座義就是隱心之所原盡 所以有些人他直接把座意心所解釋成注意力 但是注意力其实是有一点 不是那么完全的贴切 隐心自所远近 但是还是一般人会把座意心所 把它解釋成这个注意力 处座意受 受就是领纳 领纳 那一般的时候就是苦乐不苦不漏 对不对 不乐 那想呢 取向 思呢 思就是他能够隐身身口意嘛 所以这五个聘行心所 大家大概知道他的意思了对不对 那我问各位 这五个你从哪一个入手 你说五聘行心所 就是同时升旗啊 为什么不能同时操作 各位你往比较实际一点的面向去切入 这五个哪一个比较好操作 想一下这五个 要是你会从哪一个入手 想哦 为什么 没有对错哦 因为每个人相应的符合你的法门本来就不一样 为什么是想 你讲那么小声我还是听到了 但是为什么啊 这感觉好像应该是想 想要怎么去入手操作 还有吗 触作意受想思 哪一个最初 受最初 为什么 因为受心所集合就是受运嘛 想心所集合就是想运嘛 对不对 其他呢 其他心所是哪一运 触作意 思是哪一运 五运里面哪一个运 行运嘛 所以最初的是受心所对不对 所以你就从受心所去操作会比较容易 针对一般人 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现在目前的状况 就是你要操作的话 受心所应该最初操 我们最容易觉察到 所以比较容易下手去 这个地方上次我们讲过啊 所以你五个心所 聘形心所 你已经挑定一个就现实面比较有操作 从受心所下去操作的话 你要怎么操作 刚好我们上次有讲到一切实地论 这大家有印象吧 所以这边讲呢 你呢 由二种名簇生法 这边是讲 虽然是在讲这个四十四智 但是他还是有用到说 这个智能够生起 还是前面有两种名簇 那两种呢 第一个是 领纳所缘为信 然后呢 名簇生寿 当然你能够从处心所下去 你就可以这个马上 那一刹呢 你就可以觉察到 然后下手修纳 我也祝福你 对 但是很难啊 你的速度很不会这么快 所以到身手 再来呢 有简则所缘为信 名簇生寿 所以有两种名簇生法 所以意思是说 你这个速度慢一点的 通常是片行行锁 你先产生瘦嘛 不管是苦瘦热瘦 不苦不乐瘦 通常比较 我们比较会有感觉的是苦瘦 当你苦瘦升起的时候 你是否有办法在下一场 我们或是不要这么严谨 不要那么严格 在十秒之后 你能够怎样 简则所缘为信 名簇生会 会心锁是别进心锁嘛 对不对 所以他自必要搭配其他的心锁 步骤性的啦 所以你在产生受心锁之后呢 我们以这个刹那为目标 就是你最好是同步 才产生苦瘦热不苦不乐的同时 你可以产生会心锁 会心锁就是简则嘛 简则 其实会心锁用现代语来讲就是理性 理性啦 理性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你如果没有理性的话 通常就是被情绪牵着走 或是烦恼心锁 当苦瘦升起的时候 就是被烦恼心锁牵着走 其实不管是苦瘦热瘦一样 但是我们比较有feel的是苦瘦啦 但是其实热瘦 他也是被烦恼心锁牵走啦 但是我们先讲 我们比较会有feel 想要来对峙他的苦瘦 所以当你产生会心锁之后 理性升起的时候 你才会觉察 你现在正在苦瘦 那苦瘦的时候 你就要提起正念 正念是哪些 你观这个苦瘦什么 怎么观苦瘦 空无常无我 不禁虚假如水上泡 有没有 曾经你不认你那么多经历要干嘛呢 那个就是在你提起正念的时候 能够提醒你啊 这些其实如水上泡 不要被他牵走而引起什么烦恼心锁 你有什么要修行 就是因为这些烦恼 让你觉得很自然嘛 身心烦恼很自然 所以才要去对峙他嘛 所以你从这两个方面去下手 所以理性很重要 理性很重要 我们一般人连会心锁都很难生起来 所以像医生 佛陀就是法医啊 法不是那个法律的法 是佛法法上的法 那其实一般的这个医生他也很理性 为什么他那么理性 因为他生老病死见多了 那当然是一开始进去当医生 他就怎样 可能会很惆怅 会很多的这个感慨 但是他行医久了 他就很理性 因为他看多了生老病死 都不出这几个范畴嘛 那佛陀看众生的苦恼也是 就是这样 这几个范畴 而且识相他也知道 所以他非常理性 那所以一般我们就可以 从于协实地论里面 从这里着手 那你可以目标定就是 你身受跟会心锁的那个间距 可以越来越短 频率越来越高 所以你像企业他订定目标一样 我们也可以订定目标 就是受心锁 不要等到今天产生的苦受 然后搭配了烦恼 烦恼了一整天之后到隔天 你才产生会心锁 我那时候应该怎样怎样 或者是现在你回想到以前这样 所以可以很好订定目标 就是能够让瘦跟会心锁同步升起 可以训练 可以训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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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過了就是在那個期間之內 大約就會越來越明朗 那我在感受 就是感受要賠錢的時候 那時候會對未來這七天的時間 才是最搖擬 所以錢已經丟進去 沒有辦法收回來 因為最後被錢很搖擬 那 所以你 你要你從這個苦受裡面 你要產生一個教訓 那就是事後你的會心所生起 你那個賺錢的方式 難道就只有用這個投票的方式嗎 等一下我們先來解決這個問題 你要避免 你要避免你那個苦受成生 你剛剛也講是賭嘛 那你有什麼要做咧 那你可以保守投資啊 對不對 你我的意思是說 你為什麼會產生 要讓自己產生那個苦受的原因 是因為你想要快速 或者是這個獲利高嘛 高風險 高報酬就高風險嘛 所以你自己也用賭來形容 那你為什麼要讓自己 置於這樣的苦受當中 你任何的抉擇 你先從 最容易讓你產生 你自己 靜下來想 最容易讓你產生苦受 是哪個部分 你的每一個抉擇 所以有些說法就是 人生就是 嗯什麼 B跟D之間 人生就是B跟D之間 B是什麼 B是birth 出生嘛 D就是death 死亡嘛 那中間是C嘛 C是選擇嘛 就是不斷的選擇嘛 那這些選擇 為什麼會讓你產生苦受 但是你可能在這些選擇 你很在意的選擇 就是你貪著的地方嘛 你貪著的部分 錢的部分 沒有貪著就不用 沒有這個問題啊 那就面對啊 所以 重到人的時候 一定要生起苦受嗎 要嘛 就 如果 對方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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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 你就是 升起會心所 那個會心所幫助你 處理這幾件事情嘛 還有避免下次 再有同樣的事件發生嘛 蛤 你現在講的是有發生 對 實際發生嗎 你個人嗎 對啊 我們 很多都會 會有遇到是這樣 就是 意識 狀況 你跟大體上是確定的嗎 我們現在齁 在講的所有的這個修行 我們都針對自己 還有就是說 那個未來的齁 那個未來還沒發生 不要 因為他而起煩惱 你現在只要 你單純 你面對當下的煩惱 你就已經 手足無措了 就面對你當下的煩惱 不要講到未來 你常常問的問題 不是未來 就是別人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聚焦在 你自己身上 然後你的所有的人生的抉擇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是你執著哪一個部分 或者是 你 面對哪些困境 你去逃避它 而沒有升起勇氣去面對它 你要去升起會心所去做這樣的檢討 然後要去處理它 跟面對它 就是這樣 因為這些東西之前讓你產生苦受 但是如果你沒有產生會心所 你就不會去檢討 為什麼過去那些苦受 而且那個 那個pattern 那個模式 一定都是一樣的 差不多 就是那樣 然後會一直重複發生 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這樣 那就輪迴 所以這就是現世輪迴 那要避免它 就是在這邊講的 已經遭受了這麼多的苦受 那是因為我們沒有產生理性去做檢討 都可以啊 都是啊 你現在預防的部分就是說 你要熟悉這樣的模式 你才有辦法預防 什麼熟悉什麼模式 就是在苦受生起的時候 產生會心所 你這樣模式要串聯的很快 速度串聯很快 串聯很快 熟練之後 那就變成預防了 你就可以預防 現在是苦受的產生 對你造成 不好的影響 負面的影響 伴隨的 這個各式各樣不同 煩惱心所的生起 那就是預防啊 那預防就是你之前 要做功課嘛 要訓練嘛 訓練 修什麼 修就是壽心所跟會心所 看能不能同步升級 或是相隔的那個時間 越來越短 你剛剛問的問題 那都是還是在 就是不完嘛 所以要避免啊 因為 因為你就會一直在恐慌當中 因為你永遠做的 那些決定 就是不是很理智啊 就是 有點像是 一般人都是這樣 就是親菜好好的 台語就是這樣 親菜好好的 那你要 還是要用禁定 還是要禁定才有辦法 不然你也不知道這次人要做什麼 所以該面對還是要面對 就念佛啊 念佛啊 請佛菩薩加持你 不要繼續就無名下去 然後無名又伴隨恐懼這樣 所以就是 一直重複耶 所以之前有講嘛 為什麼會有恐懼 就是因為有我跟我所嘛 經典裡面講的嘛 我上次上課有講 我剛剛這次發表論文 就是在講恐懼 對不對 這個為事 跟密宗的認知理論裡面 都沒有提到恐懼性所 都沒有喔 所以你就必須回歸經典去找出 關於恐懼的脈絡嘛 那所以這個經典就提到 你只要有我跟這個我見 就會產生恐懼嘛 那個是根除啦 根除 那如果沒有根除 你要對峙它的話 對峙那個恐懼的話 就有很多對峙的方法 看你要用什麼方法去處理啊 因為你恐懼也沒辦法處理嘛 也沒辦法 問題沒辦法處理啊 賠了還是賠了嘛 那那個事件已經發生了嘛 你把恐懼也是很好體力的耶 那你把你的心力體力花在恐懼上 所以還是要會心所 你能夠現在 我們現在坐下來很理性去思維 於事無補那也是會心所啊 沒有不是寫恐懼就是從 那個阿德勒有沒有那一篇 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分析 解析忠命大師那個生命風格 那一篇裡面我講到恐懼 為什麼講到恐懼 因為阿德勒個體心理學 他主要就是三個概念嘛 恐懼自卑嘛 還有一個什麼我忘記了 那那個恐懼 因為恐懼人一生都是在自卑當中 那你在自卑當中呢 要面對很多的生命任務 那你在面對生命 阿德勒就是說人都在自卑當中 所以我那篇論文裡面 也有去解析自卑 你從佛教為事怎麼去解析自卑 因為佛教裡面也沒自卑嘛 你要去嫁接 因為我慢跟自卑還是有落差的 所以你要去想把這個概念能夠搭上 那搭上的話他們兩個是什麼關係 我慢跟自卑是什麼關係 他肯定不能等同嘛 但是他什麼關係你要去釐清他 所以在這個自卑的過程當中 你面對很多生命任務 那些生命任務來自於 你自己跟自己的關係 你跟別人的關係 你跟宇宙的關係 這些關係 會產生很多困境 那這個困境呢 你是恐懼 就逃避 還是怎樣 恐懼之後呢 產生勇氣 然後去面對他 所以他就三個概念 恐懼 自卑 勇氣 這三個概念 心理學概念 在為事都沒有 那你要怎麼 怎麼用這個 從為事的 這個找一些線索 或是經典裡面找一些線索去回應他 那個就是一般 佛法你當然說修行他治標 治本 他可以除去我跟我所嘛 你就不會恐懼 我劍 除去之後就不會恐懼 但是你要如何治標 就是 心理學在講這個 你要怎麼對峙恐懼 那個當下 好 其實佛法也有講啊 可是法律講 那個 我跟我所 如果 其實我也會這樣講 我常會講說 事情最糟的情況是怎麼 那就是結束性命 那就是結束性命 我一直說 如果 等一下你的結束 沒有我的話 就 一切都沒了 一切都不用去認識 你學了四年還是 還是沒有 還是這種方式喔 你沒有我的話 就 一切就沒有了 是這樣嗎 可是我說沒有這些恐懼 單位 就不會去感受到這些東西啊 還是會啊 生死相緒啊 不是啦 我不是 我不是 自殺的意思 我就是說 就是最壞的情況是 大不了 就是生命結束 不是自殺 是 沒有我這個生命 但是沒有這件事情 你要沒有我這件事情 要靠修才有辦法沒有我啊 嗯 我也會去想說 沒有我這件事情 是 就 其實 就只講無我的意思啊 我不是這意思 我只講說生命生命 我為什麼比較講 比較粗粗的 比較粗粗的 因為 一般人來 我其實最 回到我剛才 最常想問的 就是說 一般人很難 菩薩為陰 然後眾生去為絕 嗯 既然要符合眾生的心境的話 那要讓眾生像我這樣 去往前 往御房的道路去 邁進 那應該要 我應該要先 知道怎樣 是 當下那個 承受的那個勇氣 就是 要怎麼 去展現出來 可能套用在後方上面 所以我最後就想到一個 但是 其實就是無我 所以他就是 沒有我 在這個自現上 就沒有這些事 嗯 那無我是智慧啊 很難去 因為這太高潔了 這我難去 這太高潔了 我知道 但我沒有辦法去 就是去套用 我知道 啊這個很簡單嗎 就是 你要達到無我之前 肯定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訓練嘛 啊現在講的就是 裡面的訓練之一啊 但是我還是會想要 一直想要知道 其實當下面對的勇氣 該是怎麼樣 把那個會 以後來 真正 喔剛剛不是講了嗎 但是我聽說 如果我對他 那會 那會 以會來講的話 也不是太抽象 所以我一直想要找到一個 不會抽象啊 就是會 就是你理性的處理事情啊 不要伴隨煩惱 你現在都是煩惱呢 你現在 你現在講的這些問題 都是煩惱 因為他已經過去了嘛 你當下不斷的發生的是恐懼跟煩惱 事情已經過去了 你當下不斷的發生的是恐懼跟煩惱 事情已經過去了 你當下不斷的發生的是恐懼跟煩惱 你怎麼會想要不斷的 因為你不斷的發生 因為我們要不斷的發生 因為他們要不斷的發生 人們的發生 然後你當下不斷的發生 你都要不斷的發生 你都要算更多 然後那第二次 你最近都會忽然 其實一開始是乾淨 但是如果產生的發生 因為可惡的發生 她自己是怕 所以這個經濟發生 所以我們就說 如果你是那方面的 當然是你才會想 所以你這樣講 活動這些東西都是 他們也是他們的影響 但是你們做也很難從那個 現實上 現實上的影響上的影響 那些關係裡面的關係 因為很難從那裡面偷移出來 就把它直接刮到頭髮上面 因為那是一般來講是一樣 因為頭髮變得比較偏向 比較高層次 所以你現實上就是 進行到影響 譬如說 進行到影響 可能沒有拿到影響 所以說是你多到算來的 多得算來的錢 所以你會怕些 因為那些影響是怎樣的 你可能是你自己作為影響 就想他那個大學 擴大學 而你心上的影響也比較好 對 沒關係 就是說 也不要把 就是不要那麼絕對啦 就是每個人選擇 比如說不要把投資跟 商業或什麼 跟佛法完全抽離啦 不是有那個什麼賣鑽石的和尚 那種的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是可以的 只是看你有沒有做這樣子心智上的鍛煉 你要填那個坑 你可以有其他方式 你一定有其他方式 可能你自己彎不下腰而已 沒有辦法做妥協而已 所以你自己要去面對 你那個心不夠柔軟的問題 一定是可以處理的 一定有人可以幫你 你彎不下腰 不是 你今天為什麼投資 可能有些坑嘛 要補嘛 不是只有那個方式可以補那個坑嘛 那就是會嘛 你如果會心所生起理性判斷的時候 其實是也可以那個方法 但我就是不要 我就是不要你這樣對我 我們關係這麼決裂等等啦 對我來說是一個困難 我想說是一個一個例子 就是說 像我碰到困難的時候 我之前有個人的心中會碰到 像我碰到困難的時候 我有一個例子 你說 把它變成一個平常的例子 我不知道你的情況是怎麼樣 你會不會痛 那你想到你還有這個賺錢能力的時候 可是還可以有很多資產會產生出來的東西 優勢會在這些有什麼大的機會 不是在這個時間剪掉 就要做一個事例 剛才師父講的意思 你還有很多一段可以 在資產在增加的時候 你就這麼恐懼 每個人都會聽到啊 我聽到困境的時候 我就用資產就不再講 自己先釐心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這孔子的心理就會降低很多 每個人都看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就是在一面之間你怎麼會轉 我想我是第一位 有好幾次在我身邊當中的過程 一定有辦法 因為還有很多一些 而且你這樣就還在那年輕的狀況之間 可是這個就是要處理 所以我怎麼樣才會這樣 那你就要去面對你恐懼的來源是什麼嗎 如果不是財務的話 是什麼 再來談 因為那是你私人的問題 我們就私底下談 你要去面對如果不是財務的話 那個恐懼來自於哪裡 所以當下要去面對自己的生意 是有不同的作法的使用方式嗎 自己要去使用方式嗎 對啊你要惠心所升級要去分析它 那恐懼來源是什麼 是不是根本夢幻泡影 還是什麼 還是就是你四大不調 水大 能量不夠 也是會恐懼啊 所以很多原因啊 你現在講的都很抽象 沒有具體 因為你講的投資 所以大家都聚集聚集要再投資 那些又跳到就是人生議題上 產生口懼 那你就要去再做釐清 這樣那個就你 你私人問題我們私底下談 因為那可能就也不方便 就在這邊講 這樣我的意思 所以你要跟聚集聚集 你剛剛講的他到底哪一個 是真的 你自己想要說 你自己上的那個 那個最深的情況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和你那些人 有一個真的 都會採用的團隊 那你又說不是 你到底是有一個 是真的 把你的問題解釋清楚 你才可以把這個談判 你又講清楚 就是你家提示的問題 所以 可以把你拿來 謝謝你 你把這兩句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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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 要處理問題 要講具體的 我打東 你講西 講西 你又打到南 這樣 因為沒有辦法 從這問題去回答 等你準備好 釐清好 我們再談 私底下談 好 我們來看一個 那個腦神經科學解釋 生氣 我們都是 維世裡面講生氣對不對 那個是南韓 應該大致上在講的這個 腦神經科學他們就是透過影像 去做一些物質上的判斷 所以他們才會知道說 你在認知自己的時候 是在大腦哪一個部分 認知他人的時候在大腦哪一個部分 你親人有沒有 就會跟認知自己的那個部分 非常的接近 所以有時候我們發脾氣 其實他剛剛講的是你對親人發脾氣 是因為你把別人認知為自己 其實更長時候是對自己生氣 你對自己感到生育 你沒辦法控制自己 那你把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那個情緒 發在別人身上 所以這個 用腦神經科學一樣可以解釋 雖然說佛法講的是這個心法 但是其實身心不餓 身心不餓 他只是有一個這個影像 可以讓你容易判讀 他這個是Kaist 就是南韓就像我們的青椒一樣 青大椒大一樣 只是他的排名 世界排名又更前面 Kaist在南韓一個的那個科學 專門培育科學家的學校的那個教授 腦神經科學的教授 他裡面研究了蠻多的 他最近在開那個 就是關於愛情的課程 都這樣啊 台灣也是啊 開愛情的課程永遠都是爆滿 他的課程也是 他就是從腦神經科學來解讀愛情 那他的也是爆滿 為什麼爆滿 因為每個人都會拍那個什麼 核磁共振還是什麼的 本身就是拍你的大腦的圖像這樣 然後他們研究愛情 他就會讓你看說 拿你男朋友的照片給你看 你的大腦的狀況是什麼 哪些地方很活絡 或是拿你的偶像給你看 後來發現拿偶像看的 這個大腦活絡的狀況 比看男朋友更活絡 後來就發現說 原來愛情不一定是男朋友 你俊男美女有一樣的效果 就是你大腦的顯示 就是你心裡有沒有 從大腦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他就威脅那個 看那個偶像那個學生說 你這學期要是成績不好的話 我就拿你這張照片 這個核磁共振給你男朋友看 就是你竟然看你的偶像反應還比 後來他們就做比對 他要發表論文 因為他這個課已經長期開了 他發表一個論文 就是如果你拿男朋友跟偶像 這樣好像不算什麼 對不對 他就拿另外一個 就是已經結婚15年 已經結婚15年的夫妻 舉手 不是 就是以前現在已經結婚15年的夫妻 太太拿先生的照片給他看 然後看你大腦活絡的狀況 結果他也是有活絡 但是那個活絡的那個狀況 就像一般人看到杯子 看到椅子 看到什麼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有存在等於沒有存在 因為跟看到這些東西一樣 對 所以他就是 他們就是用這個數據來做一些比對 這個腦神經科學家 他從小就很喜歡思維一些事情 所以這些藝人 他問他什麼問題 他馬上 奇奇怪的問題 他馬上就可以回答 人家說你這個也想過 他對呀我想過 就有人問他 那個蜘蛛人是真的有可能嗎 蜘蛛人 他說他就他真的有想過 他說其實蜘蛛 那個蜘蛛絲有沒有 其實是異體 他是異體 但是你出去之後 他會就是接觸空氣之後 他就會乾燥嘛 就變成濕這樣 然後他就想說 如果以蜘蛛人來講的話 他異體 異體那個出去對不對 很慢才乾 因為要支撐他的體的重量嘛 所以很慢才乾 他就說如果要真的有蜘蛛人的話 必須他還要拿著一把扇子 在後面扇 這樣蜘蛛人才有可能 這是從科學的角度來做解釋 他真的就科學家有時候想的就跟我們不一樣 他甚至有時候我是沒看過那部電影 有一部叫哥吉拉的電影 講恐龍的很久以前的 然後裡面那個電影 他裡面就講說 那個電影發展到最後就是 那隻是母恐龍嘛 然後後來他就懷疑 懷疑說那隻恐龍有下蛋 這樣 所以就去偷採了他的尿液來做檢測 看他是不是懷孕了還是什麼這樣子 然後就用人類的驗孕棒 他就說 這可能嗎 他在寫信去給美國公司 美國驗孕棒公司說 電影這樣也是有可能 因為他從理性判斷就講說 他說我們是胎生嘛 他是軟生嘛 他實際有拿其他動物來做 他就驗不出來 所以他就直接去問那個 那個驗孕棒公司 美國的說 你電影這樣演 是真的有可能嗎 這樣 所以那科學家 他又很有實證精神 很有實證精神 他們培養科學人才的 殿堂裡面的教授 他還蠻拼意敬人的 所以學生也喜歡上 很幽默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知道 他剛剛裡面講得很好啦 就是當別人對我們發火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同情他 因為我們也其實有跟很多父母親談過 通常親子關係就是來自於 前面就是控制不了 他不照你的意思 最近聽到就是這樣 我們那個親民去掃墓 其他都有到 其他孫子都有到 就我們家那個沒到 那我每次都被問 這樣他就起煩惱 他就想要控制他兒子 就是也要去掃墓 我就跟他說其實現在目前這個狀況很多啦 現在年輕人不掃墓的很多啦 這樣 但是我們大部分人都有那個控制欲望 所以他在那邊被質疑之後 他發現自己沒辦法掌控 小孩之後他回去就凶嘛 那關係就決裂 所以真的 這個 我們了解他為什麼採取 那個狗的策略之後 我們應該要同情他 這樣才有辦法安忍 有時候你從理上去理解之後就能夠安忍 所以佛法很多是 他是直接從空理上面讓你能安忍嘛 那我們現在不用 不用說太高 太高那我們下來一點 從腦神經科學 去了解那個理上 他採取 生氣是因為 他採取狗的策略 他是像老虎獅子 他可以掌握嘛 狗他沒辦法掌握 他就吼你嘛 狗廢火車 然後他就說 所以人也是 就是他當他發現他沒有辦法掌握 狀況的時候 他就採取狗的策略 就是去吼別人 因為他沒辦法掌控嘛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人都有 那個叫什麼 強迫症 強迫症就是 你想要控制別人照你想的那樣去做 為什麼別人照你的方式去說 我們幾乎90.99%的煩惱來源就是來自於人狀況沒有辦法照我們想的那樣去發展那樣去做 然後就起煩惱 大致上都是 大部分都是因為 這樣 所以 那個採取狗的 他這樣 用動物就是 因為腦神心科學他也沒辦法解釋 生氣 的理由 他可能頂多知道說你生氣的時候 你大腦哪些部分在運作 他不知道說你生氣的理由是什麼 然後他就從這個動物的這個身上去做一些解釋 你可以採取獅子跟老虎的策略嘛 因為一切在你掌控就不用吼 不需要吼嘛 但是你不用掌控你就只要採取像狗的策略就用吼的 他剛不是好幾個例子那些客人 他們就是採取狗的策略 因為他自己自知理虧嘛 自知理虧 他知道那個狀況不是他可以控制的所以他就用吼的 那個 有的便利商店的員工也是這樣 我覺得現在便利商店員工很厲害 18班5億對不對 可是他去學個武術 會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為什麼要上課的時候有時候要提一些 像清理學 老師你科學這些 也是在我們能夠真的這個如實的正的空置之前 我們 這個空理我們都知道嘛 但是可能在實際應用上還有一點點的困難 那我們就用這個 這個事件上心理學的原理或者是腦神經科學原理來幫助我們 能夠度過那個難關 那個難關來自於就是煩惱 煩惱生氣 對峙你的煩惱 不然你下次被吼被人家吼你又起煩惱對不對 如果你照這個方式來想說 那個獅子猴是屁育啊 他在轉法輪的時候叫獅子猴嘛 他在轉法輪的時候叫獅子猴嘛 那個獅子猴是屁育啊 他在轉法輪的時候叫獅子猴嘛 我是建議你不要把這 這兩個就是獅子猴跟這個 屁育不要放在一起 法王他不需要靠這個屁育啊 他就他用空字就好了 他不需要他不需要靠這個 那是一般人還是沒有辦法去安忍一些 這個逆境的時候啦 用這個方式來提起正念 讓你能夠在那個當下能夠忍辱啊 你知道原理原則 他為什麼要這樣對你是因為這樣嘛 你才能忍嘛 不然你只有一招就說 我看你以後怎樣 然後這一招 現在又多一招 就是 他現在採取是狗的策略 你按就心就比較平一點 所以就是另外一個提供大家能夠 這個忍辱的 在那個需要想要忍辱的時候能夠提起正念想到的資源啦 那個原理原則這樣而已啦 好 所以再回來剛剛那個 他這邊其實這一段在講的是 異業 還是必須要靠異業增上 才有辦法得到 這個解脫的果報啦 比方說 你雖然這個 異業 當下你決定 種下順絕則分善根種子 順絕則分善根種子 順絕則分善根指的是什麼 順絕則分善根就是 加刑嘛 釋加刑 釋加刑 軟丁忍釋第一法 這些是以生與異業為自信的 但是他其中又以異業為增上 為什麼他後面就是解釋 為什麼你送下這個種子 你要達到這個解脫 還是必須以異業為增上 所以還是異業為重嘛 異業為增上為什麼呢 因為 你縱使 淨重同分 重同分在這邊是五孕的意思啦 就是你這輩子的 身心狀態 身心合和 五孕 你這輩子 淨重同分就是你這輩子的 五孕 運作的時候呢 你呢 受持別解脫律儀 但是呢 你在受持這個律儀的時候 你沒有異樂回向解脫 所以這還是異業的重要性 你在受持這個律儀但是你沒有異樂回向解脫 終究不能種下 順解脫分三根 所以這個異樂很重要 他這邊就是在強調 異業 你還是要回向解脫 所以你要回向解脫 那個代表你的終極目標是什麼 你的終極目標不一樣 那個淨土就不一樣嘛 對不對不是有四種 像這種終極回向解脫的 在不派佛教這種就是方便有餘土嘛 他們的解脫就是方便有餘土 就是你出離三界 之後所在的地方 方便有餘土 那你如果意向要成佛 勢必要行菩薩道嘛 對不對 那就是第三種 時暴莊延土 或者是長極光淨土 所以你才會怎樣 你那個異樂回向 你解脫那個目標是什麼 是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沒有異樂回向的話 你終究是不能種下 順解脫三根 所以雖然 你的念頭決定 你要種這個三根種子 但是你卻沒有異樂回向 你的目標的時候 你前面那個 種子種不下 所以那個異樂 非常的重要 所以 你僅其少分這個另外一個 你僅其少分的這個世界 文善 但是你能夠升起真善意樂 又在強調 那個異樂的重要性 並且心求涅槃 燕背生死 這樣的話呢 就能夠得 順解脫分三根 在得到 順解的分三根之後 於未來 得解脫 所以你種下 暖定人 是第一法的 善根之後 之後就是得解脫嘛 出禮三戒嘛 所以這邊都是在講 那個異樂回向 你的終極目標 的重要性 所以 你學佛 的那個終極目標是什麼 很重要 很重要 你要異樂回向 前面你 這些種種的善根 才有辦法 種下 所以這邊講的是 這個異樂的重要性 好 所以呢 相序不斷的第二念 這個相序不斷的第二念 的無表呢 是為了遮防 生與 業色 生與業是色法 所以他把 最後那個 名詞 放在最後面 生與業的色法 而被安置在色法中 這就另外一種解釋 為什麼要把無表 業 放在色法 主要是為了要遮防 生與業色 所以呢 這個無表也必須是色法 他對於異業呢 並沒有遮防的作用 那遮防的作用在哪裡 剛剛前面他又另立兩個 正知正念為題 這樣 至少 這篇論文讀起來 你再說一切 有不的 這無表業的概念 就比較清楚啦 然後 另外一方面 這一種相序不斷的 業力的潛流 他不像一般 新興所 有能 這個 能源 絕了的作用 所以這個業力 他沒有能源絕了的作用 所以有部呢 就把他安置在色法中 與字部教義有關 那麼 無表色 立處的環境 必須是能使他相序 而不間斷的處所 他在哪裡安置呢 要讓他相序不間斷 那六是因為他是 刹那神滅 如何令無表橫實相序呢 我們知道烏派國家那時候沒有八是 只有六是 沒有六是 所以他又另外一個問題起來 你要讓他這個不間斷 你要讓他有所依嘛 因為行為滅了 他必須要存在哪邊 才有辦法 隱申 一手果嘛 但是 但是 你的六是是 這個相序不斷的啊 不是相序不斷啊 就是 刹那神滅啊 那他必須要安置在哪裡呢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語言文字真的很麻煩 你升起一個音樂 馬上就有很多 你要去圓滿他的地方 所以你的那個念頭才會再不斷相序不斷 所以你去看那個 我今天剛剛一開始上課 介紹那個楊正和教授那本書 他裡面的法門基本上 你去看一下 他都是在 設法讓你的念頭 止息 不然那個慣性太強 假使一頁中 能隱申無表 因為 說一些有部一頁沒辦法隱申無表嘛 對不對 所以他提出另外一個假設 如果一頁能隱申無表 則與前面仲賢所說的 異妙行 處境相同 不能令無表 橫實相遜 所以他這邊怎麼解釋呢 你的這個無表要如何 存在呢 他必須依於什麼而存在呢 他說呢 異業呢 可隨後念 異類心轉 非有異業心不相應 故異業中 亦無無表 事故唯有生與而業 所以他用這個來講 就是因為異業他是這個相續 升起的 所以 異業不能有無表 理解嗎 他是用這個方式 再來 再一次的正程說 異業 沒有無表 那個白花就是說呢 如果呢 你把業體 安置於心上 那麼心他是忽善忽惡 前念隱申後念 後念隨前念相續而起 前念心跟後念心不能確定 必依同類心續起 因為可能同類指的就是三惡 又若業力在心 則 惡無心 如果你的業力在心的話 那你惡無心定的時候 無表 將無所依 對不對 如果你的業力必須依於心的話 那無心定的時候呢 無表 將無所依 因為無心嘛 按照理來講 所以唯有考慮同類色法 引同類色 作為無表色所依 所以 他這樣安置是 因為怎樣 心法沒辦法 這個hold住 這個無表業 的持續的存在 心法的狀態是相續的 沒辦法hold住 所以他就說那他是什麼 無表呢 他就依於色法 他沒有辦法依心嘛 他就依色 四大種 四大種 那不依心水轉 他不依心水轉 你要知道他為什麼不依心水轉的原因是因為 他舉了幾個例子 比方說第六意識是 刹那生滅 對不對 那你 無表業如何依於他勒 那第二個理由是因為 那無心定的時候 無表業 就無可依了嘛 所以他只能依誰 依色法 就是不依心水轉 當生因大種呢 這個就是 四大種 他流入過去時 也有同類大種相續既起 作為厚厚時無表續起的所依 他這樣子的論證其實是有缺陷的 看得出來嗎 他其實 他依於這個 大種 前大種滅入過去 還要看後一大種 那這跟心念念念生命有什麼差別呢 聽得懂嗎 所以其實很難圓 很難圓 你講一遍 都不知道流浪到哪邊去了 聽得懂嗎 所以他這邊的論證其實你這樣看就知道 這樣他 否定 能夠依於心 的這樣的邏輯套用在 依於色 一樣可以成立 因為他們都是 相續嘛 相續而起嘛 你心法是相續而起 色法是相續而起 為什麼就可以依於 下一剎樓升起的 色法呢 所以 誠實論呢 的論主呢 有鑒於此 他就不以業力為心法 但是又主張 這個無色戒無色 那麼異業有無表業 這是誠實論的論 這個論點 誠實論認為異業有無表業 因此呢無表業也不 不能為色法 所以誠實論他是把無表色 放在 非色非心的心不相應形 裡面 好 所以 他把無表業放在心不相應形 所以是在行運 無表業在行運當中 其實這是你 你就算不在不派佛教探討的話 你回到大盛來想 你說那個八是種子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 狀態的存在 你還是要回答 但大盛不太 在乎不在care這個問題 大盛你有看到哪個回答 夜陰種子是屬於哪一種法 因為這種五位白法 幾位幾位是不派佛教分的 大盛不分這個 所以他也不回答這個問題 這不是他們關心的 但是如果你要想的話 這可以 你八是那個種子是什麼 是屬於什麼 那你就 如果大盛沒有人回答 你就就現有的不派佛教你看你哪一個比較 能夠說服你 是設法 還是心不相應形形 是屬於行運 或是你有其他解釋 或是你有其他解釋 心法 但是很有趣的是我曾經講過就是 行運他是 能夠嫁接身心的樞紐 那你那個種子一定也是什麼 能夠嫁接身心嘛 理解嗎 如果他是心法的話 那跟 你的這個 不要說你受的這個夜暴 一手果報生起的時候 可能是你身體有什麼疾病 你去 這個 叫說別人殺人是口業嘛 對不對 但是 你的遭受的果報是身 身體受暴 那這樣子的一個 無表業的存在 他是要嫁接身心 如果按照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陳時論他認為他是心不相應形 屬於行運所設 似乎比較合理 理解嗎 所以 你可以有你的想法 但是這個地方可以再推敲一下 心不相應形是行運所設 因為他 他們在討論的還是放在這個 五位白法的架構 但是因為借助這樣你才有辦法去分類 你像大聖法 大聖法他沒有這種架構組織 你要把一個法分在哪個範疇就比較困難 所以你用大聖你現在現有學的大聖資源去 想說 無表業 或者是業因 種子 他屬於什麼法 色法嗎 心法嗎 的時候 就會比較多障礙 不派佛教他們就已經 很有組織架構的把他 做一個分類 所以不派佛教他是有他的貢獻的 所以你看這個 為什麼要有八萬四千法門 真的是接引 各種不同根據的眾生 那大聖可能有些學大聖他就說 你探討這個有什麼意義嗎 對我而言不是問題 我就 這個 按照他們這個法門去修這樣就好了 或者是 或者是你就 在這個文字上面去思維 他就這個可能對他不是什麼問題 因為他可能就大聖這些資源 他還很難回答 很難回答 這個 巴士種子 是什麼法 好啊 好啊 對啊 這是刪去法嗎 刪去法有沒有刪到最後說他是什麼 那個是一回事喔 他非色非心 欸那這就是心不相形喔 非色非心就心不相形啊 那他到底是什麼 心不相形 因為社大聖論為是講心法嘛 對不對啊所以他如何拔 種子歸因 歸在哪裡 哪一法 還是心法嗎 是屬於心法嗎 那你心法如何 解釋我剛剛講的嗎 我還特地舉例子我還避過說你親自用深夜殺人所以你得的果報是 身體的疾病 我還說你去教唆殺人是雨夜喔 但是你得了 是雨夜嗎 那你如果你得的果報是身體的 那你怎麼解釋 這是身心的關聯嗎 如果他是心法的時候他只不可讓你的一手果報是在色身上展現 如果你要講得這麼 所以他有他的道理 好 所以呢 有部批育師主張身與一夜皆是一絲 這是有部批育師 批育師很有趣他是有部 他將夜因夜果 歸結到心法 你看這裡他們在談到這個問題 夜因夜果是心法 難道他們都沒有有部上訴的顧慮嗎 實際上呢 這個批育師跟尤部不同處 批育師他主張惡無心定食 細心不滅 你看他還是什麼 批育師他雖然是尤部但是他就有這個 微視的 雛形 有點微視的雛形 他有細心不滅 那細心不滅就你大聲為師來講就是七四八四 那麼因此呢能夠巧妙的解釋夜力如何相續的難題 所以批育師他雖然是有部但是他 解釋 這個無表夜如何相續存在的問題他就靠什麼 細心不滅 那他的所依還是心啊 而不是色啊 這樣他如何解釋剛剛講說 無表夜因為依於四大種設法 所以他必須自己也是設法 所以這個就 你從這邊也讀到說其實就有部他們自己內部 那個思想上其實也不是很統整 不是很統整你就要放輕鬆不然你會很糾結 那是怎麼這樣 你就這樣讀多參考就好了知道嗎 本來就是每個人想法會不同解釋問題的 這個能力或者是這個切入角度不同就會這樣 好 沒講完 好我們今天先上到這邊 下課 這個能力 我們要求你們 我們先下課 字幕提供